大家好,大家想想想看散電式和光電散式呢? 聽說,田野調查課題,有機會遇到散電式的 活動是何時開始呢? 就是明天1月19日,10點至2月1日,10點 消息指散電式首次登場,在發電所活動中解鎖最後一個機關 博士斯伯克指直覺相信大門最後的機關需要電屬性的寶可夢來提供電力 所以我們要捕捉這個小慈怪的寶可夢,幫他破解神秘大門最後的機關 日期就是19號10點至2月1號10點 大家看不看大門是怎樣的?就是這樣 之前叫我們捕捉岩石和鋼磁性的寶可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捕捉到 散電式糖果和日枝石就能進化成電散式 好,大家準備好了嗎? 我明天也會嘗試盡快看看有什麼電影調查可以得到這個散電式 還有這個,忘了了,光電散式的,在這裡報了這麼多 日最新消息再跟大家報到,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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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